我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 阅读对我来说是一个与自己对话和沟通的过程 平时工作比较繁忙 其实可以剩下来看书的时间真的不多 但是我都会尽量保持每天抽一点的时间 读书或者看一两篇文章 试试暂时放下一些公事 令到我的脑真的可以放松一下 每次我看书在思考的过程里面 都可以让我自己更加认识周围的事物和自己 今年正值金庸先生诞辰100周年 最近重新看过一次《射雕英雄传》 对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又有一番新的体会 在本书里面其实讲到郭靖在蒙古长大 亦都受到承吉思汉的赏识和提拔 但是郭靖一直都没有忘记自己 是作为一个宋人的身份 当得知承吉思汉准备派自己去攻打自己的邦国的时候 坚决不从 虽受千刀万战亦不能遵命 之后郭靖回到中原 面对蒙古大军攻城 亦都敢和王庸一起守城抗敌 甚至抱住为国捐躯的决心 以身报国 这份决心没有随到时间的过去而有所动摇 而《射雕三部曲》的第二部《神雕合类》里面 两人再度面对蒙古大军压境而守城的时候 仍然初心不变 是死如归 守护国土 他更加寄予阳国 要奴记 为国为民 合之大者 当然 和小说的故事的年代不同 今天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是包容多元民族 在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 兼容并促 多元一体 不断壮大 但我们在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和挑战的时候 更加要深刻认识国家 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 新作为 深系家国 建设未来 支持香港传闻阅读日 让阅读成为习惯